下面给我们解释泄脱 有泄脱者 所住三昧 利一切细腐 二自在明月 泄脱三昧 泄脱 也是从比喻书 我们那些当动词用 把它解开 脱是脱利 所住的三昧 利一切细腐 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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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绑 你不自在 必须把这些细腐 细腐解开 摆脱 你就自在了 如会所愿 直观无碍 顾名 险徒 直观 也是真定 就是 张家大司 教给我的 看破 放下 观 是看破 直 是放下 我出修法的时候 向老人家请教 佛门有没有方法 让我们快速 能提升 境界 他老人家就告诉我 看得破 放得下 看破 帮助放下 放下 帮助看破 就是这两样东西 相符 相成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两样都不容易啊 那到底从哪个先下手 众生根性不相同 执着中的人 从直先下手 分别中的人 从观下手 这国人根性不一样 观 观照 这个观 是达到旧金圆满了 一般人观想 观想 想象 到观照才会有用 照见 无云 借口 物质跟精神的现象 都看明白了 那无云 死 是物质现象 受想 行实 都是属于心的现象 精神现象 全看透了 看透了是什么 空 换一句话说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存在 好像是有 就像做梦一样 梦中 好像是真有 行了之后 痕迹都找不到 这个时间就是这样的 四十灯像摆在面前 你想一想 昨天 昨天 昨天在哪里 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什么地方 今天看昨天不就是一场梦吗 你还能不醒过来吗 原来是假的 明天看今天 不就等于今天 看昨天吗 没有一法是真的 这一场梦中 所以伯若经上 告诉我们 凡数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有违神 有神 有灭 哪一法没有神灭 刹那神灭 神灭的频率太高了 我们凡夫根本不知道真相 以为这些人都是真的 样样都是真的 谁知道是样样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为什么呢 独物不可得 宇宙的现象不可得 人生的现象也不可得 你以为有所得 全是在梦中 梦中我们 醒过来之后 就在梦中不可得 其实在梦中也不可得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啊 现在科学家 逐渐逐渐地 跟佛经上所讲的这些 相继合了 那对于佛法是越来越佩服了 我跟方东卫先生 学习的时候 老师是把佛学是最高的哲学 教给我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六十年过来了 佛教是最高的科学 所以我们总结 是最高的教学 释运逐渐逐渐逐渐 四十年过来之后 用现在人的说法 他确实 是高教育 他对一般人 普通人来说 普世教育 人人都应该学 小臣 阿涵放的里面很多 讲伦理教育 讲道德教育 讲英国教育 这三种普世教育 宗门有所谓 向上一桌呢 佛教育 向上一桌 向上一桌 是究竟的哲学 究竟的科学 把科学哲学 讲道究竟越马 这是佛教我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